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菜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一期海外淘宝空运大分享 其实呢是我爸妈他们从国内飞了过来来看我们一起过年 然后呢他们带了四个大行李箱过来 对我来说呢这完全就是一个开忙合适的体验 因为这些东西是我可能买了已经半年多了一直放在家里 然后这次呢我爸妈妈就一起给我带过来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开忙合看看吧 首先呢迎来了第一位一个红色的大箱子 首先迎来了一本货币战争知识类博主马上就是我了 然后呢是洗衣袋 这个是啥呀 吃饭的围冬吗 哦这是个假领子 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背面呢就比较可爱 三六的联名 然后呢是一条制服裙 一屏猫台 这是我妹妹的包包 哦这个好可爱哦 就是这样夸一夸 哦这个蛮可爱 这个应该就是Ludita了 这个离我的风格有点相去甚远 我也说不出什么了 但这个画画的蛮精细蛮漂亮 游戏 我妹妹问我这是不是我买的新娘头饰 我说不是 她说这是她裙子上戴的 本来以为我们这个假期要去曼阿密玩 然后买了一个嗨照的眼镜 下一位是一个绿色的 哎呦这蛮重的 这个 首先呢是一件羽绒砍尖 本酒一瓶 帆布包包 都是游戏 这一条呢我妹妹介绍是一条凡尔赛的low裙 哎我觉得low裙这个画的真的都蛮精致的这种 可能就是它也是统一印出来的 但我觉得这种风格穿在身上就蛮好 制服一件 我千等万等的大姐姐 这件呢是个连帽的OP 其实就是连帽的这种连衣裙 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给它起了一个比较新颖的名字 叫OP 是长袖连衣裙的意思 哦OP是长袖连衣裙的意思 哦学到了 今天又学到了 这件衣服呢是今年返厂的一件 看大家评价都说这一件蛮好穿 而且呢它在身上还比较轻浮 穿上呢又比较休闲 是一件你可以随便套一下遛狗啊 然后超市买菜啊 等等就是这种比较简单日常的场景 可以穿的一条裙子 这有点帅哦这双鞋 这一件也是我未有的Miami之行购置的一件小裙子 这件呢它是属于花色比较丰富的这样一条裙子 而且它是雪纺的真的很凉快 我觉得这样的连衣裙特别的适配海边这种场景 就跟度假呀什么蛮搭的 手绊 手绊 以及手绊 这是一个毛毛夹 这是我的红纱 这个的话咱们得试一试 这个好像还可以哦 这个好看 这个是淘宝买的69块钱还蛮便宜的 叫亲爱的白 这个牌子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比我在婚纱店里好几百刀的那些要强一些 非常的喜欢 哎呦还是淘宝好 这个69块钱 在这里买这样一个头纱就算打折的话 我在婚纱店里也看也要一两百刀 就是差价巨大的 这是我买的两盒引擎眼镜 我买了一大堆这个 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输那个丫鬟头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 第三个箱子 制服 帽子啊 我给大家戴一戴哈 我戴上为什么这么傻呢 为什么这么搞笑啊戴上 是要这么戴吗 好像也不太是啊 这样怎么戴 这样 算了 这样戴 这样呢 试试这样吗 现出了 有非正体 看看还有什么 然后呢是一条裙子 哇塞 这条我还是书的咸鱼的二手 是大姐姐家的和欢花 这条裙子是他之前那个生日裙的版型做出来的 这条穿上比那条真的好看很多 这一脸八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实在是 太窄了 这个地方就紧紧的捆在我身上 我是没有办法说话之类的 这个条是粉色的生日裙 他说这一条做出来不太好看 穿上呢有一点像伴娘服 因为我这个人是属于黄黑皮 我觉得他也不称肤色 如果你很白的话可以试一试 这是我买的假睫毛 这是我买的一件普普通通的白T 这个是狗喜欢的狗玩具 边木兜板这个球 一会呢我们就让这个物主来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球到底好不好玩 因为我确实是没有评判的立场 因为这不是我的 接下来呢还是一条 露裙 看到我的呢 我的大姐姐 这一条是一条奶绿半裙 颜色呢就很打 而且他穿上呢 我觉得这个开叉比刚刚那个有舒服很多 我觉得国内好像都还蛮喜欢穿半裙这种东西的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穿过半裙 我只有一条去年GUSHI打折 然后买的一条 也没穿过几次 这个是绿鼓绳 这个东西国内卖的便宜 然后这边卖的蛮贵的 就买的这样一个 所以那我呢 还是我的大姐姐 哎呀我这个姐发货实在是太满了 这也是一条黑色的半裙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杜维安 这条挺普通 而且穿上也没有感觉到很舒服之类的 这也是low裙 这是女涂装吗 爱丽丝 OK 这是买的假睫毛 low裙一条 这条是我的大姐姐 这条的名字叫做莫莉 我爸的粉酒 这也是罗蒂塔吧 罗蒂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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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蒂塔吧 带皮带的罗蒂塔 罗蒂塔 还是罗蒂塔 这两个是罗蒂塔的 新款 这个开箱和我平时的风格真的就是毫无关系 这没什么我的东西啊 最后一个了 这是我妈买的四件套 非常的中年女人审美 素雅 这是我买的雪梨的新店的一件外套 不太适合我们这里的天气 感觉花这么多钱买这个不太值 这是琉璃塔 啊 这都没有我的东西啊 我妈说都给我装了一大堆菜狗 菜狗 菜狗 这个是菜狗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给算满几碗可以 这些都是我妹的 罗蒂塔 耶 这我跟没没关系 这个叫初音未来对吗 这个是张莉莉女士的噩梦 超大独相圈 一会让她上身试试 这个我也认试 初音未来 这些就是一些比较常规的罗蒂塔了 相信关注我的朋友们 应该对这方面的知识 也挺欠缺的 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小狗的show time 你喜欢吗 哦 你不喜欢哦 下一个 他现在想喝醉了 开始到处拱 他现在不会走路了 不行哎 他的长嘴还是露出来了 这个他不适合 那我们这期开箱就全部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这个盲盒呢 变成了一个 Lolita开箱视频 也没有什么我的东西 然后呢 小狗也对他们 拿来的东西呢不太满意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